第二宗罪 掠夺 西方国家的发达史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少数人在全世界对绝大多数人剥削掠夺的历史 美国同盟体系仰仗军事武力 经济地位和制裁大棒 未必利诱他国放弃正当权利 任其宰割 以赤裸裸方式实现对资源和财富的掠夺 美国及其盟友通过战争等手段掠夺海湾国家石油粮食等资源 2003年3月20日 英美联军在未经联合国案例会授权的情况下 向伊拉克发起军事行动 美提出一系列开战理由 包括萨达姆政府严重侵犯人权 伊拉克可能拥有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 2021年4月 美副总统哈里斯在参加有关就业和基建政策活动时 亲口承认数年来和数代人以来的战争是为了争夺石油而打响的 2003年发动一战前夕 时任英外交大臣斯特劳正式 增进英和全球能源供应安全是英战略利益所在 2016年7月 曾参与对一战争决策的英前首相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称 自20世纪50年代起 确保以优惠条件获得波斯湾石油产品 一直是英国利益所在 伊拉克前副总理塔里克阿奇兹曾表示 针对伊拉克的威胁纯粹是为了石油 美国的政策就是要夺走海湾国家的石油 英国BBC报道 布什政府在911之前就制定了控制伊拉克石油计划的文件 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前任政策主管西姆斯成 过去的一个世纪 美国和英国在寻求控制超过他们份额的石油储备时 在全球各地留下了冲突 社会动荡和环境破坏的恶果 2021年3月20日 叙利亚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长巴萨姆·图玛 在接受叙利亚国家电视台采访时称 美国及其盟友如同海盗一般 觊觎着叙利亚的石油财富 美国目前控制着叙利亚东北部90%的原油资源 美军及其盟友对当地的占领导致了该国石油产业的总损失超过920亿美元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访问意大利时曾指出 美国正通过掠夺属于叙利亚人民的石油资源 来养肥本国石油生产商和军火商 俄罗斯专家伊格尔·尤什科夫表示 美国之所以不愿从叙利亚北部撤离 就是为掠夺叙利亚石油资源 他们利用武装部队保卫石油走私 并报复任何阻止走私的行动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还多次走私烧毁叙利亚的小麦 2020年5月 美军在叙利亚东北地区哈塞克省南部的沙达迪村庄 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投放燃烧弹 将当地小麦作物化成灰烬 造成了14名叙利亚普通民众的死亡 损失近5000万美元 据叙利亚阿拉伯通信社2021年6月9日的报道 有20辆美军占领部队的卡车 在叙利亚满载着偷来的小麦 向伊拉克北部行进 美军占领部队与叙利亚当地民兵组织勾结 每天都在窃取和掠夺叙利亚的石油和粮食 随后销售换取资金 6月16日该通讯社报道 美军占领部队又从叙利亚偷窃小麦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 还在叙利亚戴尔卓尔省东部绑架多名平民 叙利亚曾经是粮食出口国 连年战乱让它如今面临凉荒 需要进口才能满足内需 美国推行美元霸权 不断通过非常规货币政策掠夺其他国家资产 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 美元成为国际货币 美成为世界货币的霸主 1971年8月美元与黄金脱钩 但其后美通过欧佩克绑定石油美元 维持美元霸权地位 长期以来 美国根据自己的经济周期 在开闸放水和观闸断流间反复切换 持续推高并引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 在美元大进大出过程中 洗劫各国外汇储备 掠夺优质资产 攫取巨额利润 减全世界的羊毛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为挽救美经济和股市 美联储开启无限量化宽松 进入大举购债模式 短短几个月内 资产负债表扩大了65% 总额最高达到了7.22万亿美元 基础货币一下子多冒出来3万亿美元 这些增发的大量美元流动到世界各地 给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 造成大宗初级商品甚至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导致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 被迫承受疫情后二次打击 更加脆弱不堪 欧元诞生后 在世界贸易结算中 比重不断上升 不时遭美打压 美国还把控全球美元结算清算体系 并利用该体系阻断被美制裁的国家 企业个人进行国际结算清算 对被制裁者进行致命打击 目前美国仍然依靠美元在储备货币 和全球结算清算体系中享有霸权地位 美国及其盟友军事化掠夺 导致非洲难民数量激增 并通过矿产资源开发侵占非洲利益 2018年6月18日 伊朗学者纳扎宁阿尔满尼安 在西班牙电子报刊公众报 撰文阿奎里俄斯号难民船 和对非洲掠夺军事化的 五个证明的文章称 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 美国领导的多场战争 迫使近5600万人不得不离开 他们在中东和非洲的家园 目前的难民潮与北约 对非洲进行的新军事化掠夺 直接相关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 非洲问题分析师彼得法姆认为 占有非洲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 和其他战略资源 并确保不让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 如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等 对非洲资源获得垄断或优惠待遇 是北约实施非洲军事化的目标之一 2021年9月 坦桑尼亚美日新闻报专栏作家 尼奥尔发表题为 谁在作响我们的矿产资源的文章 谈及历史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 对非洲资源的大肆掠夺 而这种现象至今仍在进行 纳米比亚前总统努乔马认为 非洲完全不可能过滤掉 矿业领域中的帝国主义因素 因为这个领域一直由西方国家掌控 英国占有大量海外领地 维系非法殖民政府 英国自16世纪起 不断的侵占海外殖民地 至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高峰 当时英国拥有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 号称日不落帝国 英国学者指出 英国强大的时候 领土增加了111倍 它从殖民地收集的文物也增加了100倍 目前英国仍有14块远离本土的海外领地 总面积达173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达26万 其中英国拒不归还查格斯群岛 引发较大争议 查岛位于印度洋 是毛里求斯原有领土 1810年被英国占领 1965年作为毛获得独立的附加条件 查岛从毛领土分离出去 成为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国承诺适时将查岛归还毛政府 但之后英国不仅位于归还 还用尽各种非人道的手段 驱逐群岛上数以千计的原住民 支持美国在岛上兴建军事基地 2019年2月 国际法院作出咨询意见 明确指出英国占据查岛是非法行为 英国有义务尽快终止对查岛行政管辖 5月联大以116票赞成6票反对 通过确认英国对查岛统治是非法行为 并要求英国在6个月内将查岛归还给毛里求斯 但是英国迄今未履行该决议 公然践踏国际法治 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指责称 英国不能一边宣称自己是国际法卫士 一边维系一个非法的殖民政府 法国长期通过殖民遗产 控制非洲国家的经济命脉 当欧元诞生 法国法郎被废除时 英国法郎转而和欧元以固定比例挂钩 每次法国经济下滑 非洲法郎区域国家都会连带遭殃 非洲法郎发行权不在次区域货币联盟成员国手中 无法灵活调控本币币值 抑制了西非中非国家的出口竞争力 由于大多数外汇掌握在法国人手里 非洲法郎区域国家对外贸易 也受到法国的种种限制 2017年在贝宁爆发了公开焚烧 西非法郎的抗议活动 马里塞内加尔等国也发生了抵制非洲法郎的游行 第三宗罪 侵权 中文字幕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